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编译术分析 双因子的状况 没有交互作用的状况 在介绍这个双因子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我们前面一定要带到一样 很重要的观念叫做实验设计 它这个实验设计啊 主要是控制不是研究对象的因子 以获得就是研究因子的影响的效果 那么所谓双因子啊 我们为了要让各位同学比较熟悉 这个公式啊 不要让它觉得看起来非常的庞大 好记 我们就一个叫做因子A好了 基本上来说我们都是以上面 我们是以treatment就是T来做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都称为这个block 所以是这个地方我们用B A跟B中间有些交错的状况 假设这些是资料 我们想要知道说 A跟B之间是假设是没有相互作用的情况之下的话来说 那么这边的母体的状况 有没有差异 以直的来看 A来看有没有差异 以B的来看 横的来看它有没有差异 那么一口气就直接做两种分析 那两种因子的分析 那么为什么可以各自做呢 假设它是没有交互影响的 好 那我们就把里面的内容跟各位同学介绍 那么上面会有点复杂 那各位同学要耐心的看 这个样本资料是这样子的 这个地方叫做处理A A Treatment 这边的话呢 虚极我们叫做block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其实都不要管 都是Treatment 上面的话呢 叫做A好了 横的叫做B 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矩阵 那么这边的话呢 A 我们有A个处理的方法 A个处理方法 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有A个母体 block这个地方有B个母体 有B种处理的方法 不同的处理方法 那我们的资料都是列在上面 各自有一个资料 各自有一个资料 好 那么列的总和 各位同学看 从这边来看 列来说的话呢 列是横的 那么这边是B 所以这边是B1 那么我们这边把它全部加起来 一共加了A个 这边可以接受 这B2 那么我们横的部分来说是 从B1一直到BA 所以我们这边加到BA 从重的来看 这边也有 这是1,1,2,1 一直到B1 好 全部加起来以后 总和呢 全部加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资料 那这边是有另外一个因子 这边有一个因子 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双因子 叫做2-way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分析呢 我们来看 现在建立的是一个符号的部分 A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是有A个处理方式 那么DJ一个处理的方式 我们在这边来看哦 这边的话呢 解释一下啊 A个处理方式是重的 它的总和 各位同学看 T1等于这样的写法 那么我们写完了以后 那DJ一个的处理 那就是TJ J的话呢 这边我们要习惯的写法啊 就是平均的话来说 总共有B比 所以我们就处以B 以横的来看 block来看啊 第1个区级来说的话呢 BI在这边 BI是全部这个横的总和 然后再出以它的一个A的话呢 A个那就变成了它的平均数 所以其实啊 我们写这样子的一个上标下标的一个写法的话 同学会看起来会很烦 其实基本上来说 数字如果填下去都还好 总和是两个summation合在一起 那基本上来说 其实就是全部加起来就对了 所有的样本数 就X double bar 两个bar的话呢 全部有总共有几笔资料啊 有横的有A 直的有B 所以A乘B就是全部的 那么所有平均数就是全部加起来 除以一个AB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要把这个符号 让各位同学了解 那么基本上同学的话 只要知道大概要怎么做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要介绍它的一个理论的部分 我们分成了四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做 这个每一个笔资料到X double bar 这个地方我们预留伏笔 这是总差异 这要每一笔 那么各位同学看看 这是不是各自来说加起来 这边的话呢 增加的是一个TI T的话呢 是Treatment 就是刚刚我们的重的总和 这是横的总和的平均数 这是重的横的 这是重的平均数 全部都减掉了它的总平均 再加上一个残差 这是剩下来的就叫残差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全部取一个平方 这边平方 这边平方 那么计算很复杂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省略掉 但是可以证明得出来 怎么证明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它结果 这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我们称为SST 这个跟我们全面单因子的很类似 这叫做SST 这个处理的方式 我们就把它叫做SSA好了 A就是A的处理方式 这是B的处理方式 另外一个是剩下来 叫做残差 残差就是我们的SSE 其实这个SSE 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观念 那重点是 这个很重要 好 那现在我们介绍的是 双因子无交互作用的 ANOVA表 那么跟刚才有点不一样的是说 我们介绍的是单因子的时候 只有一个 那现在有两个 那如果说有两个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只是多加一列而已 多加一列而已 它事实上来说 没有增加我们的复杂度 那么第一个SSA 我们可以直接计算平方和 SSB也可以算 然后总和也可以算 那我们可以证明 总和是这三个加起来 重点是在哪里呢 重点在于我们自由度 我们要了解 自由度 这个地方来说 是AB扣掉1 是因为每一笔资料 扣掉它的总平均 所以我们的自由度降1 没有问题 再来看A的部分 A的部分是在 A的组间的一个差异的平方 所以它有A的资料 扣掉几呢 扣掉一个Double Bar 所以本身来说 它自由度由A一个扣掉降1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B的部分是B-1 那么SS1怎么算呢 这个SS1 我们就直接算的话 很麻烦 我们是用计算出来的 总和的自由度 扣掉这两个 来AB-1 扣掉A-1 又扣掉B-1 等于 所以是AB-掉 A再减掉 B再加E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 怎么做 分解音试 分解音试 我们发现是 A-1乘上B-1 非常的漂亮 这个的结果 各位同学可以把它 参考一下 这个残差 就是SS1 它的自由度 就是这两个相乘 那么算出来 结果 这三个加起来 刚好是底下 非常的漂亮 那么因为它没有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就 各自把它的军方算出来 军方 SSA 除以它的自由度 这个是一样 SSB 除以它的自由度 那这个地方一样 SS1除以它的自由度 F值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谁呢 看两个 第一个 我们是简定 以A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因子 它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第二个 是B的部分 它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单因子做两遍而已了 其实它只是混在里面 所以 基本上来说 它没有说增加了太大的负担 它等于说是做了两个部分 做了两题 单因子的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例题 没有交互作用的题目 其实并不多 其实大部分的话呢 我们都会考虑交互作用 但是我们还是来做做看 现在的话呢 有工厂有四台机器 三个操作员 那么产量的话呢 在这边 那同学看 这边是人 这边是 一二三四 四台机器 那它的产量在这边 那么我们也把它的相对资料 都冲进去列出来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要自己算 但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篇幅的关系 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会每一个 每一个算都算给同学了 这四个加起来 是多少 196 除以四 四十九 这个已经数字都已经帮同学去做编排好 让它数字不会太复杂 这四个加起来 二三二除以四算好了 重的来说也算出来了 这三个加起来 一六二 这三个加起来 一四七 这三个加起来 一五六 平均都算好了 全部总平均也算好了 现在我们来算的是 我们一个一个把剩下来的算出来 告诉各位同学 SSE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其实全部算完以后 用code的方式会比较简单 好 我们现在把最麻烦的算出来 SST Total的 Total是什么 一共几笔资料 有十二笔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减 因为总平均是52 所以我们每个字都减掉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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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资料我们都列出来了 以横的来算 52 46 45 53 就是照抄就对了 算出来的结果 好 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那同学能不能够估计 这个自由度呢 应该没有问题 它是自由度是几 11 因为总共12笔资料 扣掉1就对了 降低一个自由度 现在来谈的是SSA A的部分 就从哪里着手呢 从这里着手 这四个着手 52 跟52 49 配52 54 配52 53 配52 平方之后 每一个52 都有三个代表 所以我们要乘3 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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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把它放在外面 就可以了 好 乘完了以后 这个数字算出来了 那么请问自由度 会不会算 因为它算起来 有1234 四笔资料 扣掉中间这个 总平均数 所以降低一个自由度 降低一个自由度 那就变成了3 自由度是3 再来看SSB B的部分来说 这边 横的部分 它的平均是 49 58 49 49 58 49 与X double bar的距离是52 那么因为它代表的是 4笔 所以这边有一个4 那1 2 3 3个算是52 源自于它 所以我们要扣掉一个自由度 3 减掉1 所以就变成2 自由度是2 那么它的SSB就算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算好以后 我们算出来 残差是几 188 那么我们的自由度呢 自由度可以用11-3-2 也可以2乘3得6 现在把这个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以后 当然我们就可以建立我们的ANOVA的表 那么记得了 我们检定的是 目标是谁 这是第一个 机器之间有没有显著差异 第二个 甲乙饼人之间有没有显著差异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准备ANOVA表了 ANOVA表 这个地方我们资料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 这边的话来看 这边是SST是446 那么SSA是几呢 42 来我们把它填下去 这边是216填下去 那么SSE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就变成了188 就是说这四个里面我们要算三个 另外一个就可以用减的出来了 那么自由度这边是11 那么我们这边就填11 那这边自由度是3 这自由度是A的部分 那我们就把3填下去 这是2 那这边就是6 军方这边除一下 这边除一下是31得3 342是4 这边的话呢除一下 这边是108 这边除一下是多少 这边就计算计算一下 这是31.33 那这个地方叫做MSE 好 那现在做到这边 这边不用算了 这边没有用到 那F值我们就可以算一下了 F值是指的是谁呢 都是跟残差来比 都是跟E来比 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14除以31得到的值 这是108除以31的值 现在两个F值 这个看起来还蛮小的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处理A来说的话呢 它本身的影响不太大 这是说这是机器的部分 机器的差异不太大 这个会不会很大 其实要查表才知道 来我们把表要列出来 才看才知道 那么我们把表叫出来 现在先看这个值好了 这个值的话呢 是自由度要查多少 36 36 这是多少呢 4.76 填下去 那么这个值呢 临界值的话来说 这边是26 那我们就把26找出来 5.14 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了什么结果 有没有超过它的临界值呢 没有 所以机器之间来说 没有很明确的差异 这个3.48呢 有没有超过5.14 也没有 那表示人的部分来说 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就下结论了 不同的机器平均产量 没有显著的差异 不同的操作员 平均产量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那么就会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呢 谈到的是 没有交互作用的双因子 变异数分析 那么其实跟单因子啊 没有什么多大差别 还混在一起 那么其实就是单因子啊 做两遍 单因子做两遍 最大的重点是在哪里呢 是为我们后面的 有交互作用的 这变异数分析 不许多了 感谢观看